征服李盈盈,中国女排新巨星,砍下22分,蔡斌眼前一亮,朱婷迎接班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排超联赛决赛阶段的激战展开,天津女排和上海女排这两支实力强大的球队终将交分 这两支球队都拥有众多国手,令人期待最终的胜利 随着排超联赛的结束,中国女排将进入分闭集训,迎接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女排既要承担突破奥运的重担,也让蔡斌感受到了压力 尽管蔡斌最近没有国家队比赛和备战任务,但她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下一阶段国家队集训的安排 她希望在本赛季的排超联赛中发现一些优秀的球员,并进行重点培养 以便在新周期快速崛起,为中国女排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上提供胜利军 毕竟中国女排要想重返世界之巅,对抗世界强队,必须不断提高战斗力 目前中国女排的主攻位置除了李盈盈之外,在一甲联赛的朱婷状态也不错 有这两位顶级主攻球员的加入,使中国女排具备了较长的竞争力 但是要想真正与世界顶级强队队抗衡,还需要在替补席上寻找出更多世界级优秀球员 以成为李盈盈和朱婷的合格替补,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奥运会密集的赛程中 不受到体能和伤病等意外因素的影响 本赛季排超联赛中,李盈盈一直无可匹敌 在最终的决赛中,她遭到了一个人的击败 这位球员率领上海女排以3比1击败天津女排,取得了排超总决赛的先机 这也使原本认为天津女排未满形势良好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 上海女排之所以一路强势闯入决赛,并与冠军悬念增加 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的崛起,她就是主攻球员仲慧 在决赛中,仲慧砍下了22分,完成了32个精准遗传 刀业率达到了59% 她在各项数据上全被压制了李盈盈 尽管仲慧身边的队友实力不如李盈盈身边的王源源 袁星月和姚迪等国家队主力级球员 但是仲慧凭借个人超强的领导能力击败了天津队 成为蔡冰,在本赛季排超联赛中最大的收获 她有望成为中国女排,撅起世界级主攻之一 为主要主攻线补充实力,成为朱婷的接班人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